我… 我可以的 你去找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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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弄破了 你自己弄破了 你怎麼搞的? 你怎麼搞的? 我把你弄破了 你怎麼搞的? 你這個…你這個是不是教車師傅? 車廂為甚麼變成經濟場? 片段近日紅篇網絡 事主Ryan跟這位 穿著黃色衣服的代貨教車師傅學車 經過短短15分鐘,車就學不成 但貼錢買爛售量 當開始的時候,其實他也是… 他的態度也不太好 他也是隨隨便便地指手滑腳的 當我差不多走到紀律部隊的 雙白線的位置 他就突然跟我說 你今天不用學車了 你不用再逛街了 你只需要練開車和關車 他也有反問我 你會不會開車的? 你有沒有考過車的? 我只可以跟他說 其實我也沒有 我都很…比較無奈 我唯有慢慢駕駛回去 他叫我突然間不用去學習了 叫我拍到大球場 然後就算了 已經拍到車到這個位置了 跟我說 你要付600元才可以離開 最不合理的我覺得是 你從頭到尾都沒有教過我任何東西 然後還要用這樣的態度 非常之惡劣的態度這樣對我 又要用粗口去問候我之餘 也要問候我父母 我選擇去啞忍 引導他 去到現在這個大球場門口 我才去拍下他的罪證 還有拍下他的態度和問題 我才要拍下他的執照 我才可以投訴到這個師傅 這個時候師傅不僅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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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要出手 你怎麼做 他突然間不知發難 突然插上我的頸 去了右邊的玻璃 那時候我才可以拍到那條片 我的頸的傷痕 其實是因為他很大力地插上我的頸 而造成的 我明白 每一個教車師傅很火的,明白 但為何每個人都要這樣對我呢 Ryan想澄清當時說 每個師傅都是這樣 只是衝口而出 並無意指出所有教車師傅都是這樣 我發現有問題 我要去拍你的證件 有甚麼問題 你可以問我,我沒問題 你沒問題,你剛才為何要鎖我 為何要鎖我和打我 我不明白 你看,手紅了,讓你看我的手紅了 現在你看看 發生完這件事之後 他都沒有找過我 也沒有…那個梁師傅 他都沒有向我道歉 報警和宋苑驗傷之後 Ryan依然氣憤難評 我跟他素未謀面 然後我認識了他 相處了15分鐘也沒有 可能師傅覺得我比較和善 他就要這樣對待我嗎 忽略了學生的感受 你做到這樣,其實何必呢 學車和教車的市民都說 無論如何也好,實在不應該讀毛 一路傳統都是罵你,罵到你害怕 比較兇 態度不好也有 動手怎樣也不對 他不懂,你就要花點心思教 他懂就不用跟你學 如果有學生想拍照你的證 是否可以的 可以的,放得出來應該是給你看的 政府要你放出來的士 我們亦聯絡上攝氏的教車師傅 這些東西應該要處理 我不再再回應 其實很奇怪 會否是他做了甚麼 令你不開心,梁師傅 我沒有不開心 對,我不再回應 多謝我開心 我不希望再有第二受害者出現